到底什么是脂肪肝 为什么有的人瘦瘦的也会有脂肪肝 脂肪肝还与痴呆症的发生有关系 您知道吗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逆转脂肪肝 大家好 我是罗希希博士 这一期的视频将会为您解答上述的问题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个单位都有给子宫们进行一些体检 或者说子女们也会给父母参加一些体检的项目 那体检中 无论您做了胸部的CT还是做了B超 经常就会汇报 有脂肪肝的这个情况 脂肪肝的具体来说 就是脂肪在肝细胞中 它的堆积超过了10% 在肝脏细胞中过多的脂肪 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脏细胞 会增加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同时呢 近些年还有研究表明 脂肪肝呢 还有可能与痴呆症的高发有一定的关联 譬如呢 前阵子在瑞典的一项研究中 在2898名65岁以上的人群中 其中发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 它相比于那些没有患脂肪肝的人 发生痴呆率的风险会增加38% 脂肪肝是怎么产生的呢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就是进来的太多 出去的太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 看起来明明瘦瘦的 却患了脂肪肝 因为大部分人的印象 都是以为脂肪肝是吃太多了 所造成的 但是您要知道的是 肝脏它有个作用 就是吃进来的脂肪 它先路过肝脏 然后肝脏经过处理之后 再把它转运出去 所以如果您摄入的优质蛋白太少 或者说吃的不均衡 或者说您正在快速减肥中 有可能就会造成脂肪肝 因为转运不出去 所以有一些重症的患者 他明明已经比如说肿瘤晚期了 那这个阶段的患者 他很显然不是因为营养摄入过多 就是因为转运不出去所造成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该如何去逆转脂肝肝 因为逆转它之后可以降低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痴呆症的一些风险 首先就是在吃的入口上 就吃低热量的东西 吃饭吃八分饱七分饱 不要吃的很饱很饱 然后多吃一些含优质蛋白的 然后上食纤维多的 那罗西西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平时一些蛋糕 一些甜食就不要吃了 替换成 比如说像蓝莓草莓 这些水果 或者说替换成蔬菜 饭桌上的至少蔬菜要比荤菜要多一些 至少是相等的 此外可以把米饭替换成炸凉饭 还有像黑巧克力来替代一些饼干 一些工业化的小蛋糕 还有像花生瓜子 这些都是比较推荐的 就作为日常的零食 同时优质的蛋白要吃 就是肉蛋奶 还有一些动物的甘酸 还有就是豆类 要做好运动 那罗西西曾经推荐给大家就是像一个慢跑 还有快走 这里要注意就是持续的时间 要超过20分钟 要微微出汗 如果您有这个激步器的话 可以看到自己心跳的话 维持心跳在每分钟120次以上 然后持续20分钟 那这样就可以起到热量消耗的作用 同样也是可以降低脂肪肝的风险的 好的 总结一下这一期的视频 那现在发现脂肪肝有诸多的不好吃处 它可能会增加肝硬化肝癌的一些风险 甚至还可能增加痴呆症的一些风险 那很多人对脂肪肝有一个误区 就觉得就吃太多了 但实际上如果吃的蛋白质不优质 吃的种类不齐全 也会造成脂肪从肝脏中转运不出去的问题 除了在运动方面控制 还要在摄入优质蛋白方面 稍微下一些功夫 每天最好确保能吃到肉蛋奶 还有一些大豆 因为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大家 有养肝茶 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因为肝脏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 刚刚爷爷也讲了 叫做非酒性脂肪肝 那么酒精性脂肪肝 我们一般叫酒精肝 那么非酒精性脂肪肝 这个是脂肪肝的一种 好在这里边大家看到 中国有2.5亿的患者 而且中国是肝癌大户 全世界有一半的肝癌出现在了中国 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慢性肝炎 跟我们中国人的脂肪肝 都密切相关 好在这里边大家会发现 大家看到没有 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这里面谈到是什么呢 脂肪肝包括一系列的过程 那么脂肪中的纤维会导致我们 它导致脂肪堆积 导致什么呢 出现我们这样的一个肝炎型的反应 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 然后逐渐引起你的肝纤维化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 不管是乙型肝炎也好 不管是我们的酒精肝也好 不管是我们的药物性肝损伤也好 还是我们的脂肪堆积也好 它只要是导致了肝炎 那么到最终的结果都是肝炎 就是炎症导致肝脏的损伤 其实炎症导致损伤伤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蚊子这个东西它咬我们的身 它不是盯着一块咬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脸上的搓疮 你这一个地方有过搓疮 我们会发现这个搓疮这个部分 就它发搓疮就是发炎了 那么搓疮会导致我们的痘坑 或者说痘印 那么痘坑和痘印 就是我们由炎症而导致的皮肤的纤维化 所以大家会发现 有过痘坑和痘印的人 这个脸上就会非常的硬 所以大家当妈妈都会告诉自己的孩子 脸上有痘不要去挤 不要去挤 那么都会认为是手上比较脏 其实倒也不是跟你手上脏和不脏有关 你只要是这样的话去挤它 那么它就会造成局部产生一种 我们所谓因为压力而导致的炎症反的一个扩散 那么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因为这个搓疮 因为脸上长痘 因为我们的搓疮感菌引发的皮肤炎症 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这种纤维化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它不会 它倒不会导致我们的癌症 但是我们的肝一旦出现了肝细胞的纤维化 慢慢慢慢的它会功能丧失 好我们看看这样一个问题 脂肪肝还要是其他疾病的发病风险 如这种动脉周样硬化等等 脂肪肝还会对大脑的认知产生障碍 所以说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脂肪肝的患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我们统计过程我们就不管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它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做了一些相关性的研究 大家看看脂肪肝患者的这种当中 有3.6%出现了这种肝硬化 那么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发现脂肪肝患者 发生这个痴呆的这种概率 血管性痴呆 那么会导致多少呢 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几的这样的一个 最基本的比例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会发现 随着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逐步提高 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是我们身体的血液净化问题的一个下降 因为肝脏的主要作用 就是净化我们身体的血液 做维生素矿物质的补充合成 某种意义上说 你出现的脂肪肝意味着两个方向 首先第一个 你的血液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平衡的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都是良好的一个肝脏 比如说我 食草动物的一个良好的肝脏 我的肝脏当中充满着维生素跟矿物质 这些对于我们的心脏血管是有正向作用的 好 你既然出现了脂肪肝 就像刚刚所谓的刘女士 我们把青菜用水煮了去吃 那或者说用油炒了去吃 我们维生素矿物质的受量过低 但是呢 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油脂跟热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肝脏 你提供了大量的维生素 大量的矿物质 它会远离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远离老年痴呆 那么当你提供的是高脂肪类的 这样的一个食物的时候 那么你的维生素矿物质的受量 本来就会偏低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更趋向 其实它是一个 两方面一个多参数的结果 好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所谈到的一句话 有中风史患有心脏病 那么又有心脏病的脂肪肝患者 发生痴呆的概率升高了204% 50%和134%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所讲的 因为肝脏本身是我们控制身体代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 如何保护我们的肝脏 那么看到这里面没有 那么脂肪肝 因为你脂肪肝的话呢 基本上是两个方向 一个呢是你的脂肪摄入过多 或者是你的碳水摄入过多 或者是你的蛋白质摄入过少 就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 不能被充分的清除 在这里面给大家插去题外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种睡眠吧 来大家看到没有 在睡眠当中我们会有 几个数值 这个是我昨天的睡眠 因为昨天晚上 我是刚刚从上海到北京 所以说 到家之后就已经11点多了 所以入睡稍微晚了一点点 好 我们看看有这样的一个比值 好 深睡大家能够理解 对不对 那么深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深睡的主要作用 一般来讲 我们要把深睡的比例呢 占到百分之二十到六十 所以说这个比例呢它是有一个要求的百分之四五十 这样一个水平算比较好的 那么深睡的作用是什么 深睡其实就是清除大脑垃圾的过程 刚刚我们所谓的这种淀粉样的蛋白 那么这个是在深睡的这个里边清除掉的 好我们看看 浅睡的比例 当然是越低越好 好 下面还有一个叫快速演动比例 那么快速演动比例呢 它有一个要求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为什么叫快速演动比例 其实日常我们所发生的这种做梦 就是产生在我们快速演动比例 这个就快速演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之内 那么快速演动期 它所谈到的要求就是 我们在构建重新的一个大脑的网络连接 简单的说快速演动是加速我们大脑神经的连接 加强我们的记忆 而深睡是清除大脑的垃圾 所以说我们讲过这样句话 想让我们深睡的比例提高 或者说你如何帮助你自己的深睡眠 达到一个优秀的标准 你必须少制造垃圾 而回到今天的文章里面 我们这个里边所谈到的 那么我们的碳水摄入过高也好 脂肪摄入过高也好 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不足也好 那么你引发了 这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 会出现什么呢 脂肪肝引发肝功能不全和 胰岛素抵抗导致不能被清除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的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摄入过多 导致一个结构 还有一个肝脏产生的毒性代谢物 会穿过我们的什么呢 血脑屏障 在我们的这种大脑当中 肝脏它自身来讲所需要的是蛋白质 这是肝脏所喜欢的 肝脏还特别喜欢的是维生素矿物质 但是你所吃的食物当中含有着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刚刚引液讲了一句话 大家听到一句话没 叫做什么 乙酸盐 当我们大量喝酒 我们的乙醇会被我们身体代谢产生大量的乙酸盐 那么乙酸盐还有一个小门叫什么 醋酸盐 那么大家会认为我们吃 是不是吃醋也不好了 不是的 因为醋酸盐它是经过体外代谢 已经变成了我们所谓的醋酸盐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 而且你会发现 醋酸盐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其实是对我们肝脏的一种毒负损伤 因为它要把我们叫乙醇脱青酶 它要把乙醇通过脱青的方式 产生这样的一个乙酸 它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它是有大量的一个副作用 对不对 不要副作用 是代谢废物的 而我们人类为什么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把酒酿酿成了醋 给我们人去喝 那么让我们就是什么 把我们这个乙酸的产生过程 在体外完成 就是我们只要你的结果 而我们不要你这个代谢而产生的过程 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古代最高级的酒是什么酒 大家可以回答下来个问题 我们公平地互动一下 在中国古代最高级的酒是什么酒 有钱人喝什么酒 有钱人喝什么酒 我发现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能不能思考到这个问题 有钱人喝什么酒 中国古代一般就是米酒 黄酒 还有什么 还有白酒 也就这三种酒 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 大家要如何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是什么 女儿红 对的黄酒 那么为什么说有钱人会喝黄酒呢 黄酒是什么做的 黄酒是什么做的 黄酒是糯米 对吧 所以说在我们的物资供应水平不充分的情况之下 白酒是什么做的 高粱 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家里又有高粱 又有大米的时候 你只有在大米的供应量非常充足的情况之下 像我们现在 大家才会去产生什么呢 看我的口味需求 那么在中国 在旧社会 大家吃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的时候 只有在江浙地区 只有在南方 中国历来比较富属的地方 才舍得用米去做酒 能理解了吧 那么为什么像贵州 为什么像四川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地方 只能用高粱去做酒 因为是舍不得这点大米 因为这点米是可以给家里孩子 给老人去吃的 那么高粱这种东西 它作为一个主食来吃的很难吃 它的纤维量太高太粗 所以说我们才会把它去做酒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为什么在中国的黄酒会产生在江浙地区 因为当地叫做风调雨顺 像有一些地名就叫长熟 什么叫长熟呢 一年可以种四季 常年能有大米吃 中国东北的大米非常非常的好 天津的小栈道非常好 但是谁也舍不得拿他们去做酒 所以说在中国的东北 没有出现米酒 在天津就是像小栈道的产区 没有出现就是做米酒的习惯 那么他们会因为大米 一年只有一次到两次的收成 所以说会非常非常的珍贵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 大家就要知道 我们所要了解的 就是这个食物本身的原材料 在当时的这个供需关系 决定了它的价值 而到今天大米变得不值钱了 那么大家会觉得 大米跟高粱是一样的东西 你不觉得它怎么样 所以慢慢慢慢的 这种高粱酿制的这种蒸馏酒 也就是说白酒 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 主要的一说酒的来源 所以说像以前 凡是你家里边 舍得用大米去做酒娘的 舍得用糯米去做黄酒的 你们家一定得是特别特别的有钱 就是在粮食供应 非常充足的时候 才能去感受一点点 所谓的嗜好 所以我们要懂得 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第二个它们建议 我们就领导的 你